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总部位于杭州的安置股份 2018年净利润增长超过50% 安置股份主营服装类目 2017年 2018年通过亚马逊平台实现的销售金额均收入过亿 在公司收入占比都在95%以上 是典型的亚马逊大卖家 2018年安置股份营业收入为2.08亿元 较上期的1.56亿元 同比增长32.88% 净利润为1483万元 较上期968万 同比增长53.21% 有关注过安置股份 2018年上半年 财报的跨境电商卖家会发现 安置股份 2018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6297万元 净利润139万元 安置股份的冲锋一等产品 大多数都在下半年销售 下半年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二的营业收入 和绝大部分的净利润 分析安置股份的销售费用 其在平台费用及广告推广费用的增幅 分别为46.2%和51.8% 高于公司营业收入增幅 可见公司主要通过加大站内站外投入 来促进高增长 运费是销售费用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 幸好通过供应链和公司效率的优化 运费增幅略低于营收增幅 省出来的运费可就全是利润了 2018年安置股份更注重了品牌精细化运营 公司同源有的七个品牌销售组逐渐打造成以 Wando 文文等为主的品牌销售模式 Wando在亚马逊上占据了多个bestseller的位置 亚马逊大一的地位算是树立起来了 除了在站内安置股份在站外也有很多曝光 FB折扣红人 IMS YouTube上 Wando都有做投放 值得一提的是 安置股份在政府补助方面也获得了不小的收益 从跨境电商出口政策兑现资金 跨境电商扶持资金 2017年创新创业财政奖励等三个补助项目上 取得了将近162万元政府补助 杭州近年对跨境电商行业支持力度很大 对将这一代跨境电商创业者 有很大的吸引力 2018年在亚马逊平台竞争加剧的一年 安置股份仍保持了净利润快速增长 这样一家专注一个品类 打造成亚马逊平台 知名品牌的跨境电商企业 值得广大卖家深入研究